男生是你第一個女朋友 但如果你當了很多女朋友 就不會這樣 NO 真的有吧 沒有 歡迎收看逆明聊 我們歡迎第一次教女友的 HIGH咖 超級初戀人 所以我單身多久 單身了整整27年半 那我們今天要討論就是 畢竟這樣做就是喜歡你 所以我們今天收集網友的意見 等一下你誤會或者是 變成是自己暈船的意思 你就會被打 你看你頭會被打嗎 我在 可以來 第一個 女生表達和你相處 會聊天很開心 我覺得鐵定有 但搞不好他長得很好笑 那你覺得我長得是好笑的人嗎 好笑的臉嗎 因為我是做喜劇的人 但老實講我其實是帥的 老實講我其實 很多人說我長得像全智龍 Gaming有講過 全智龍瘦的時候 你給鏡頭一個GD下 你想要講這個讓自己感覺很好笑 還是你真的這樣認我 唉唷 好問題 我非常認真問我女朋友 你覺得我的顏值PR值多高 好犀利的問題喔 然後呢 我一直認為我絕對有80以上 高 然後我女朋友說你絕對就50 然後我完全不信這件事情 那你認真講 你認真 你不要給我做什麼 好好我認真 認真認真 我沒有什麼節目效果 62 屁蛋子啦 我跟你講 你是感覺蠻會穿的 但你長 就 怎麼可能 真的 他的概念是 女生特別表達說 我跟你的聊天很開心 因為如果正常我跟你聊天 聊得開心 那我不會特別跟你講 對 他講了就代表他想要釋放這個訊息 對 女生會主動找話題或丟球 還是有 他要嘛就兩種 一種是他就是一個 瓜躁的一個大嬸 不然我覺得 女生主動丟球就是喜歡 在我的人生觀裡面 就不管怎麼樣 我都覺得女生是最喜歡的 答對 答對 我覺得是腦補 就像我就很喜歡開話 你是大嬸啊 哈哈哈 大部分 如果你是正常女生 你會主動跟男生開話題 你就代表有 我就覺得他如果主動開話題 可能就有 有嗎 沒有 沒有 像我女朋友 我女朋友是一個 非常極度的不找話題的人 他有一些主動私訊我 我就知道 中了 真的 因為他就是死都不開話題的人 下一個 女生特別打扮 我覺得還是有 大學生他們其實製裝費都沒有太高 他們今天這麼特別買了幾十三 他們就想要找一個特別的時間穿 他今天如果特別打扮了 而且是 他可能就是一個月就買這件衣服了 兩件衣服了 他特別穿出來 他特別重視這個場合 這他可能重視場合不是重視女生 對 但是你剛才說單獨出來 你以為他在送你 所以我覺得單獨出來就應該是 那你們看得出來有特別打扮嗎 漏奶 屁了 我跟你說 他平常都不漏奶的 他突然漏奶了 我來舉例 星光大道 星光大道正常很多女演員 可能平常不漏奶的喔 但是他是個特別場的 他是不是就漏奶了 那如果那夜店那些女生呢 夜店那些女生呢 他們平常就在漏奶了 像孤鬼鬼我舉例 他永遠都在漏奶嘛 他IG每一張上面都奶嘛 他就是他的特色 對 他沒有特別打扮 假如每天都漏 然後突然不漏 就是特別 對 你說沒錯 孤鬼今天遇到你突然都包我緊緊了 所以他就愛你了 我覺得有耶 特別打扮 代表你有沒有重視的一個人 男生主動傳訊息關心 然後在意你的事情 我覺得有 但是 邏輯是男生對每個女生都會這樣做 因為 男生每天都想要 想要怎樣 他想要怎樣 他想要繁衍後代 我覺得 男生永遠都是這樣 就連我女朋友的IG 眼看一大堆男生在那邊 時不時在關心他還在幹嘛的 那你跟美根在一起一開始也是 對他驚蟲蟲腦 所以才讓他喜歡 沒有 我對男生沒有性的衝動 我不會主動想失訊男生 男生不會想跟男生聊天 男生如果今天跟一個男生出去看電影 代表他媽他沒局了 他真的找不到人了 他才會約男生去看電影 他走 狗烏魯了 狗烏魯了 狗烏魯不可能 有男生會約男生 男生其實很容易就是喜歡不同女生 對 這完全是撒網 他沒有特別喜歡 他就是在撒網 我覺得這個女生不錯 但也不到喜歡 女生把你加自由 然後你發文他都會按愛心 NO 真的有吧 沒有 他有時候可能發一些東西 是為了讓某一個人看 那有可能 但是他如果把你加自由的話 我跟你講 然後發文都按愛心 我可以講 你如果你今天對這個男生特別有興趣 你還是會特別把他加成自由吧 對啦 我如果有興趣我會把他加自由 但是不一定加在自由裡面的人 都是我有好感或喜歡的人 自由群就是你們的工具包 所以沒有自由 我自由只有美根而已啊 只有我女朋友而已 我只有只有美根 這位男生是你第一個女朋友 那如果你加了很多女朋友 就陪我一種 所以這個沒有啦 最棒的興趣變成自己的興趣 你不要太喜歡看某一部韓劇 為了他可能就是跟他一起看 有這個有 你跟美根有嗎 我女朋友他超愛看一些超無聊的韓劇 他一直想看那什麼First Love 什麼初樂的 我最近一直逼他跟我一起追那個 陰屍路 他也看得很開心 你也遇過那種是 可能就是你想玩 就是他那個女生突然也喜歡這件事情 你有是不是 我自己會覺得有點害怕 就是被盜追的 你是不是那種人格就是 他突然盜追你了 你就突然覺得他連架掉的那種 狩獵可能就是男生的本性 你越難搞 我繼續想要得到的感覺 我也這麼認同 就我專喜歡一些追蹤術 都比我高個兩三倍的 都是一些演員歌手 我以前專喜歡一些就是 高不可攀的 高難度 但是美根還是屬於低難度型的 我覺得 他聽了比較低難度 聽了會開心 對啊 他錄到嗎 向對方分享過往的戀情和感情 同意 我也同意 我算特利 就因為我就真的沒有東西可以 沒有關係快開分 所以這會遇到一個麻煩的事就是 很多男生或女生 會用分享自己的過往情史 來拉近彼此的距離 但我沒有這一招可以使用 你是他的能力耶 我的魅力 T.R.62 女生 我跟你講女生你很難不去追他 尤其是相對漂亮的女生 他們一大堆追他的人啊 我那時候就是先去看他表演 因為他就是一個喜劇劇傳的演出 然後我就瞎呼嚨 我就說我想去看你表演 我對他們團起來也一點興趣都沒有 我對喜劇也他媽一點興趣都沒有 我就全是看他這個人的 看他演出之後我就認識他了嘛 然後呢後來我約他去桌遊啦 你們有沒有渣渣演嗎 沒有 雞推渣渣演 渣渣演是要 欸他對我都秒讀秒灰耶 那是工作啊 但我覺得不是工作就有耶 但是壓力很大耶 你說男生 你會忍不住想要回他 女生可能會覺得被秒讀秒灰會有壓力 很有壓力啊 他覺得那個男生沒事情或者是 對他沒有目標 世界裡只有他 他才會秒讀秒灰我 那我不會耶 因為我其實很喜歡訊息很快的人 他傳語音訊息了 男生聽到你喜歡女生傳這個訊息 天使天使 是 欸我不知道你會不會這樣 是真的會勃起的 有到勃起 有 這種欲擒故縱很明顯 自己會去一直看女生 跟他聊天 什麼 對對對 這我也決定有 但是我覺得 訊息秒讀秒回不一定 但是有一個就是 他限動第一個看你 就你一翻沒多久他就看了 他看你的限動看很快 我覺得就是有喜歡 但我好奇 如果他看你限動 他沒回你訊息呢 欸對耶 這怎麼會討價 對 他會討厭耶 這個會 這個會走心 你會說為什麼你看了我的限動 你要看 這多好 我覺得這是一招耶 就是我沒有回你訊息 但我卻看了你限動 你就會在心裡想 欸為什麼這女生到底怎麼了 你說對他預期故縱嗎 我覺得一定有很多很會的女生會用這一招 對不對 你原本平靜的心就起了波浪 對真的是這樣子 願意打電話叫你起床 然後也不排斥 打電話叫起床很曖昧 這個是真的還可以 打電話是一個打的人爽 但接的人很不爽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誰我都排斥打電話給我 那你們在一起之前沒有講電話嗎 欸還好 因為我是很愛約出來當面講 但是大部分對我來說 我覺得晚安的話不一定 但是早安的話就有可能 因為早安的你比較像是主動啊 但我覺得如果你喜歡這個人 你會因為你沒有跟他晚安而產生一種罪惡感 就是啊我沒有跟你Ending完 我一定要特別跟你說一個晚安 他會不會在等我 你懂嗎 欸他很會腦補耶 他可能講不睡了 他中間沒在等耶 你是腦補到了 這樣能夠跟美根在一起我去 美根很交謀 女生會傳自拍照 我跟妳講 你傳自拍照是代表一定有意思 不然你 我覺得是 對啊你文字你就可以講你在幹嘛啦 我覺得抱貝行程肯定就有了 美根會主動回報他的行程 會 然後他就說為什麼我不講 今天要來工作我都沒跟他講 重點是我這個人很北爛就是 我還希望他來 然後我沒跟他講 我說明天我們要去VVD 他說有這件事情嗎 就會有點像說 突然被拉說 欸今天我們去見我爸媽 對對對 他完全沒有準備 這鐵丁器耶 我該改啦 這個是我該改 所以抱貝行程絕對有 這個有 然後你要做到 沒問題 加油 男生和你相處時變得不會講話 然後智商變低 我本來就低了 可能就變更低了 但我自己的話 如果跟喜歡的人 就是講話或是聊天的時候 我會特別再去思考一下 再講一遍 你怕你講話 就是會有一個停頓點 我認同 有些男生喜歡我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開始 他會很在意我 然後或者是我會發現 譬如說他很容易去反駁別人 但他對我他常常說 嗯好 其實會 就是你會不自覺的 顧慮了更多東西 要嘛就是 你話變超少 要嘛就話變超多 我以前就是這樣子 再加上我又是一個 愛開話題的人 就你就會 這個女生是超級討厭的 這確實會 有的 你有沒有什麼 誤會過的故事 欸我真的不得不說 我真的是怎麼樣 我都覺得女生喜歡的 而且我跟你講 這跟我們看了很多 火影忍者航海王有關 Maybe我追Gisail這個人好了 嗯 他明明就對我沒什麼好感 他對我都愛回不回的 但因為我從小都看 航海王看火影忍者 今天我當不了火影 我拿不成放棄嗎 我不會放棄 我認為他不管做什麼 他一定都是喜歡我的 我一定可以 我一定可以 我只要努力 就可以追得到他 對我來講 追女生是一個 絕對不能放棄的事情 今天我放棄的 就代表我不夠喜歡他 我當時是這麼想 好熱血啊 我人生中 第一個喜歡的女生 就是在一個 衣服店遇到的 她是一個漂亮的女生 然後就是我不管想什麼 都會這樣 哈哈哈哈 發出銀鈴般的笑聲 然後我就覺得 幹我那當時就覺得中了 但是我後來發現 靠杯很多那種 賣潮流的女生 他們都會故意跟客人的關係不錯 才能賣得出去 所以你看很多男生店 女生店全部都放女生店員 那我當時就是因為我覺得中了 然後我就很喜歡他 然後我隔天呢 我就很開開心心 因為那個店都有粉專嘛 我就去加他好友 那天晚上呢 他就按回好友了 我就覺得幹 中了 他一定喜歡我 而且他一定知道我是誰 然後我下次去那一間店的時候呢 我就在大老遠 我就大喊這個店員的名字 陳小涵 嘿 反正就嚇跑了 跟他大傻眼 幹真的會嚇死吧 不是啊 你買個衣服也就暈痠 真的想太多嗎 真的想太多 那時候為什麼斷定他喜歡我 他避震的時候他就特別回我 他傳了那句話 這到現在還記得那句話 你不用來看我避震 你也可以來看我啊 哇 這很曖昧 這個很曖昧吧 對吧 對吧 老實講 這句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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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吧 我跟你講 我那一天 我那一天去 為了去他的避震 我還特別去剪頭髮 特別買了新的鞋子 買了新的衣服 特別塞 我跟你講 我就是這個緣分 他當時避震的女演員是龍龍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幹 緣分 天啊 女演員是龍龍 我也真的是龍龍 這就是老天爺叫 叫我跟他在一起的意思 而且他的生日 我的生日是7月4號 他的生日是4月7號 真的 你不覺得 幹 這就是要在一起 聽起來很蠢 但我其實是真的 真的這麼認為 加起來不是1111嗎 我覺得我如果沒有跟他在一起 我就會一輩子單身 哇靠 我想到了已經到這種程度 難怪你可以寫出那個搭死你 真的 而且所有直男行為 英特色的事情我都幹過 我非常理解他們在想什麼 所以女生是很累的一件事 我們剛剛看網友這些回覆 覺得女生或男生就是有喜歡 我聽的最有感的是就是 他會回看你的訊息 我覺得這個鐵定有耶 我覺得正常是不會無聊回看訊息 我跟你講 我當時在腦補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會被小心點到Line 然後他就很快已讀 然後他後來就不回你了 我那時候的判斷是 他一定在回看我之前的訊息 喔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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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這樣判斷 你就覺得幹 又中了 但我真的發生過 我真的發生過 我以前就是去回看那個訊息 結果他一傳我就幹 真的真的真的 對 如果是以男生的話 我覺得主動順路 把你載去各個地方都順 這點很有趣 哇真的 打電話叫他起床 我覺得這個就是有中 就是真的非常曖昧 就是對方 那你曾經有好感的女生 你有做出什麼 會特別去看說他會喜歡的劇 或是什麼 就變了一個畫 我覺得去學拍照技巧 因為我待會兒要去三重 我要買一個相機 專門幫美根拍照的相機 我研究了好幾天了 真的 我真的覺得你的戀情好辛苦 而且你現在是幸福的 好那大家就是記得 我們剛剛聊的那些點 就是不要自己隨便腦補 真的不是每一點都是喜歡你 嗨咖是不是也有東西要宣傳 沒錯 我個人的這個破喜劇 是一個脫口秀融合舞台劇 融合音樂喜劇的一個表演 就如果有興趣 可以來我的IG Youtube都可以找得到破喜劇的資訊 要來看了 要來看了 好那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就記得喜歡我們 就訂閱我們 或是按個喜歡分享 然後也不要忘記去追蹤 嗨咖的東西 按讚訂閱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舉賽爾就是那種 在公司裡面會偏雞巴的那種 我想這名字一聽就是雞巴人的感覺嗎 就是那種討人驗公關公司 會有的經理 會有的名字吧